在炎热天气和台风的冲击下 今年大闸蟹的收成受到影响 受访的业者表示 是大闸蟹的季节比往年来的迟 本地市场下个月才会有充足的供应 预计的价格将会上涨超过一成 记者图鉴强报道 这家位于魏德路上段的餐馆 在这个月开始推出大闸蟹 业者表示 已有不少顾客询问和预定 但由于今年的大闸蟹季节较迟开始 预计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一月 已经开始询问了 有些已经开始吃了 就是有些可能就先试个味道 然后也在等着更多 更大汁的更饱满的大闸蟹 刚上市这个时候不会有太大 但是可能就是十月中旬下旬到十月份 就会有更大汁更饱满的开始出来的 这家大闸蟹供应商说 炎热天气已经在过去几年影响大闸蟹收成 今年又有台风被逼加 破坏中国阳城湖的蟹田 影响了大闸蟹脱壳和收成时间 第一批大闸蟹的价格因此上涨 我现在已经有比较小支了 所以看着价格差不多真的齐了 差不多10到15巴仙 跟去年比 我们新加坡还是拿得到 足够的大闸蟹来 就是给我们这边的爱吃大闸蟹的人吃 只是问题是出在 因为量在大陆量会比较少的话 他们会把价钱提高了一点 业者说第一批大闸蟹已经售庆 目前开始接受第二批的预定 也有其他业者表示将等到中国黄金周后 才正式进口大闸蟹 今年的大闸蟹季节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业者说高峰期会落在10月底和11月 到了11月过后吃的一般是公蟹 到时的重量可超过250克 新传媒新闻记者杜建强报道